接近短午佳节 为了让民众可以更加亲近到 胡罗敦的公园水域 台中市运动局与台中市 凡种胡罗敦促进会合作 举办一场龙舟体验 与野餐音乐会 让民众在软皮仔细的安全水域 能感受到 短午亲子华龙舟的乐趣 华智龙舟伴随的 不是江汉的鼓声 而是轻快的乐曲 体验华龙舟谁说要紧张刺激 台中市运动局和台中市 繁荣胡罗敦促进会合作 就在胡罗敦公园第五区 举办一场龙舟体验的野餐音乐会 非常漂亮 今天找了一个蓝天 要不然整个气候适宜 风又很软和 身后的胡罗敦公园软皮漆的地方 是一个封闭式非常安全的水域 所以我们也增设了福童的码头 那同时也采购了相当船艇跟器材 那每一位下船要体验的市民都专着救生衣 我们希望这样安全的水域活动提供出来 让市民能参与龙舟跟独木舟的体验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 软皮仔细的胡罗敦公园第五区 水域平缓相当适合水上活动 这次特别举办华龙舟 让民众提前庆端午 而一旁还有专为孩童打造的气垫水池 让他们也能体验水上活动的乐趣 蛮有趣的啊 而且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对 对啊 我可以玩水 玩水又能玩泡泡 不少家长都带着小孩出来踏青 享受水岸休闲时光 主办单位表示 这次活动还结合摄影比赛 最高奖金一万五千元 希望透过精彩的照片 将风源水岸花都给行销推广出去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导